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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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想找我和武義父的哥哥 可否告訴我們你媽名叫什麼名字 她叫施杰鶴 我覺得你媽很自私 我相信媽媽當年丟下我 有她的苦衷 她的苦衷 媽媽 媽媽,我帶了哥哥來見你,你看看 她的苦衷 其實媽媽身體一向都不太好 她故年前還了腦退發症 還曾經輕微造風 現在心肺功能都已經有點衰退 對,有時連說話都不清楚 媽媽,我是你兒子易謙 我來了 我來了 哥哥,你不要怪媽媽 她狀態時好時壞 有時就連我也不記得 伯母很喜歡玩摩天輪 說起摩天輪,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記得我讀書有一年考第一 媽媽說要獎我 我就說我要玩摩天輪 但她死也不肯 還說要我選個別的樣子 還要有一次她病發之後 我跟她走過精品店 就是看到這個摩天輪 她總是說要買 但是老闆說是顯示器 不肯賣給她 終於她也找到老闆肯賣給她為止 媽媽撞大的時候 她會跟我聊天 對,但當她狀態太差 她就只望著這個摩天輪 由朝來晚上 對了,哥,我有東西要給你 哥哥 這二十幾年來 我相信你也不容易過 這本日記是媽媽親手為你而寫的 我希望你可以看了它 還有,謝謝你今天肯來 這麼久以來 媽媽她就算多顧著你也好 她也沒有跟我們提過半句 我知道她一定是嬰兒也很辛苦 所以我真的很想幫她解開這個新結 希望可以對她的病情有幫助 媽媽 寶寶,我今天發現我幼了你 你是我和那個男人之間唯一的連繫 但是諷刺的是,她以後都不會再望我一眼 就連那個女人都要在我心口插一刀 好,我有想過我不要你 但我真的不捨得 寶寶,不知道你是兒子還是女兒 不過我幫你改了個名字 叫做私逆謙 我希望你長大之後可以對人謙虛 你喜歡這個名字嗎?謙謙 謙謙,你開始懂得走了 謙謙,你今天反過來看著我笑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以前很多事情 你真的越大越像他 我看到你的兒子,我好像看到他一樣 我真的很辛苦 謙謙,我認識了一個 從加拿大回來的男人 他叫林國章,他對我很好 但我不敢告訴他 我已經有了你這個兒子 他今天問我能否跟他回加拿大 我知道如果我跟他走的話 我以後就要安穩地生活 到底我應不應該這麼自私放棄你 謙謙,我今天看報紙 我才知道原來昨天是那個男人 和那個女人結婚週年紀念 報紙標題還寫著浪財淚貌 你婆婆死了之後 我已經出去打工來,臭大你 我熬得很辛苦 我快撐不住了 為何他們可以這麼幸福 為何我們會受這麼多苦 謙謙,我很自私 我為了要找自己的幸福 我過了加拿大重新生活 但是你在摩天輪下面 越等越害怕的樣子 我真的無時無刻都在我腦裡閃出來 我不讓自己有空 我要找很多東西這樣的甜蜜每一天 我不想去香港任何東西 就是為了這樣,我想我自己更好 但是日子日日地過 我快樂的兒子已經認識了 以後都開不飯 謙謙,其實你有個妹妹 我也是改了她的名字叫易謙 易謙今天她求我 叫我帶她遊樂場去坐摩天輪 但我沒這麼做 因為坐摩天輪是我欠你的 謙謙,今天醫生跟我說 我患了腦退化症 我這個天做得對 這個病是我應得的 是我欠你的 看來你一輩子我都還不清 為何到了生命的盡頭 我才會後悔 我…我真的很想她適合你 跟你說個聲音,對不起 謝謝你,阿通 幫我做這個隨行視頻師 不用客氣,這裡總是想想樂樂 多一個人照應會比較好 我們終於可以坐摩天輪了 看看風景多漂亮 響啟,我待會把雪糕給你吃 媽媽,你認得我嗎 寶貝,我對不起,我丟下了你 我知道…你別再怪自己 你記得這幾天我帶過你去一名蛇 不如跟芝家去龍河茶餐廳 我這麼做,也想你知道 我這麼多年來過得很好 我遇到很多好新人 我做了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 你別再怪自己 我要幫你開個快老闆 不如我替你們和摩天倫拍張照片 余風,你也拍了一整天 不如今次讓我開機 準備好了嗎?預備,一、二、三,燒 今天真的很感謝你和余風陪媽媽一整天 我好久都沒見過,她少得這麼開心 我這二十幾年來都沒機會孝順媽媽 我這幾天都很開心 我去幫媽媽倒水吃藥 媽媽,今天是不是玩得很累? 不累 不如我抱你上床休息一下 好 好 肥肥,我今天睡得很開心 那就好了 其實天天都會這麼開心 明天你想去淺水灣看大觀音 或者大嶼山坐吊車吃齋 媽媽媽,媽媽 媽媽 媽媽… 什麼事? 媽媽,她… 媽媽媽,媽媽,媽媽 媽媽,媽媽,媽媽 師兄拿了三天假陪他媽媽 應該今天上班的 或者他想陪他媽媽多一兩天吧 基神,師兄呢? 昨晚師兄留下打電話給我 說他媽媽因為腦退化 引致心臟衰竭,已經過世了 伯母走得這麼突然? 師兄現在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昨晚也沒回來 你不懂得今早打電話給他嗎? 我怕騷擾到他嘛 又不知道怎麼做,所以就沒打了 不如你們去找老Sir 看看我們可以怎樣幫到師兄 我就打給師兄,看看什麼環境 好,分頭暗示 不好意思,你所打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Hailey,我是康月鋒 我知道了你媽媽的事 是呀,哥哥打了救傷車 是呀,但是媽媽已經過世了 但是他去得很安長 你別那麼傷心,師兄呢? 哥哥,他昨晚留在這裡陪我 我半夜起床的時候 還看見他眼光光 但是到了第二天我起床 他已經走了,他沒上班嗎? 不是有什麼事吧? 沒事,Hailey,自愛順便 作詞主樂壽 我小時候沒了父母, 一個人孤零零 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 在這時候, 我結婚生生媽媽 她在摩天輪上真的認得我 那一刻, 我突然感受到那種溫暖 但我很高興, 我以為這份 是上天給我的最好禮物 讓我過一些正常人的法律日子 誰知我和媽媽只相處了三天 我深深體會得得而復失才是最痛苦 我很明白你的感受 如果說起痛苦, 有什麼大過生離死別 不過就是因為伯母這次可以認回你 她才有機會知道 就算當年她扔下你 但你依然可以長大成才 日子開過得這麼有意義 我想你這樣做 伯母的心結已經解開了 她應該走得沒有遺憾 媽媽走得很安長, 沒什麼痛苦 可以永遠這樣解脫 那你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 你很樂觀 你千萬不要為了伯母的事而改變 你放心吧, 我沒事的 我姨姨和芷家長大 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孤零零 誰說你孤零零一個? 我姨姨, 你還有我, 這個好同事 好拍檔, 還有好朋友 Hailey, 我已經安排了 什麼時候要做法事, 什麼時候要火化 早知道要辦的事 我已經寫下了, 放在公文袋裡 你跟著去做就可以了 香港的念葬儀式, 我完全不熟 這次幸好有你幫我 要不然我不知道怎麼辦 別客氣, 其實這次 你哥哥也有份處理 哥哥, 我想告訴你 我和媽媽決定回來香港找你 是沒有錯的 完全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我很久沒見過媽媽笑得那麼開心 很感謝你 傻丫頭, 我們是兄妹 何必這麼客氣 讓我處理媽媽的真後事 我就會帶她的骨灰回加拿大 這麼快就走? 你回去是不是只有自己一個? 有沒有人照顧你? 爸爸那邊有些親戚 和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加拿大 所以我要回去 你們放心吧, 我會照顧自己的 我也明白 但是你現在在這個世界上 唯一一個和我有血緣關係的親人 你好好照顧自己 哥哥, 我也很捨不得你 你也要好好照顧自己 你哥哥, 我在兒童之家長大的 怎樣照顧自己, 我早就學會了 你記得過來加拿大的時候 一定要探望我 到時候我帶你去喝冰酒 走完碼頭和吃三文魚 好 Jason和洗澡精呢? 他出去工作 謝謝 師兄, 送給你的 你看看喜不喜歡 我希望這個摩天輪 會帶給你溫暖和幸福 謝謝阿楓, 我很喜歡 你喜歡就好了, 那我回去做事 對, 師兄他沒事了吧? 他扮了他媽媽的身後事 都沒什麼事了, 今天也有上班 聽你說, 他媽媽走得很安場 我想也算是唯一一個安慰 不如扔開這箱子, 轉換話題 說一個值得大家開心的事 什麼事? 這份就是我最新的驗尿報告 證明我已經沒有再碰毒品了 那就好了 一天都說了 這麼乖 姐姐叫你約揚官和Sam 出來吃飯, 謝謝他 你記得嗎? 記得, 不過Sam說他媽媽 剛好從英國回來 沒問題, 還對, 叫他一起 他媽媽很怕外面吃事碼落味精 所以不太想外出吃 不外出吃? 不, 伯母的意思是叫我們不生氣 直接上他家吃 楊冠還會叫師兄 但是以禮貌來說 應該是我們請他吃的 沒理由反過來他們請我們 但我覺得人家一番好意 如果我們再推三推四 就反而顯得我們沒什麼誠意 是呀…就這樣決定吧 就你倆子弟就去打擾別人 不過去歸去, 千萬不要只帶兩蔬椒去 禮多人不怪 我知道楊冠很喜歡喝紅酒 我一於買一瓶漂亮的紅酒送給他 謝謝 姐姐, 師兄… 姐姐, 師兄… 你好 沒媽媽 你好, 伯母 你好, 伯母 你好 先上車吧 真麻煩, 伯母 不用客氣 姐姐, 今天黃昏景色這麼漂亮 在這個時候開車是一種享受 歡迎, 歡迎… 隨便坐, 別客氣 對了, 伯母 上次來也不見事 我女兒Shoria在英國讀書 我見放書嫁就去探望她 這個女兒很瘋 她要我陪她去東歐玩了一個多月 好, 直到她開學我才能回到香港 來了嗎? 你好, 爸爸 大家好 楊冠 你載了這麼多人回來 突然變身做超級司機 是超級媽媽, 超級太太, 超級司機 媽媽, 你最厲害了 鹹桃越多, 辛苦越多了 就是了 楊冠, 我們一點心意 買了一瓶紅酒來送給你的 是 允賢 世伯, 之前因為我的事 教出一個大誤會 還麻煩你和San幫了一個大忙 不好意思 沒什麼開心得過 看見你健健康康站在我面前 做一個上傳的青年 不過這樣, 我這個法官很嚴重 很兇的 如果你再有下次的話 未必可以了 知道了, 世伯 楊佑銘法官, 人家是小朋友而已 錯不要緊, 最重要是懂得改過 請問可以退得停沒有? 好 讓我開一瓶紅酒休息一下 你們可以上班了, 能吃飯了 先去別人吧 好, 去別人 去吧 伯母, 你家廚做的東西好吃嗎? 媽, 她叫你做家廚 其實桌上每一樣食物 是我媽出門前做的 原來伯母還是超級大廚 好 絲嬸西略, 洋蔥湯, 拿破崙牛柳 和我們今晚的甜品 玻璃芝士蛋糕 都是很簡單的菜式而已 阿生, 你真是說得對 伯母, 你簡直是全宇宙最好的媽媽 是呀, 我沒誇大 其實我出生的時候不足夠 所以自小就有很多病 我媽本身就是律師 為了照顧我, 我連律師也不足夠 傻瓜, 媽媽也會疼自己的兒女 只是媽媽而已嗎? 嚇爆爸爸, 嚇草 你當然是全宇宙最好的爸爸 大家看見這張茶函嗎? 它原本是一個爛木頭 我爸爸親手將它變成一張茶函 我剛才看到這個用樹頭做的茶函 說得很別致 想問出自哪位名家 原來是楊觀的作品 雕吵小奇 只是平時我看很多文件 回家後我很想做一些 跟平時不同的事, 清清老筋 其實師兄也會用舊車胎、紙皮 翻身做成桌胎等等 真的嗎? 我那些才是雕吵小記 怎麼跟楊觀比? 沒所謂 興趣沒有分高低 替你研究一下 好 參觀一下, 這些植物是我太太種架 這些架是我親手做給我太太的 手工不錯 謝謝 我全部的事都在裡面做 過來參觀一下我這個工作室 給你意見 這些不是宣枝木嗎? 真的有眼光 你知道嗎? 這個原本是一個舊的宣枝書櫃 但是為什麼拆到散開了? 說起來真是實例 你知道嗎? 前陣子我看到這個櫃子的木 被蟲鑄了 打算拆開它, 弄回它 誰知道原來發現 那些木筍位置真是挺難處理 所以就不適合了, 擺在這裡 應該是老師傅的手工 我想他的年紀比我還大 你知道嗎? 這個櫃子是我爺爺傳給我爸爸 然後我爸爸傳給我 用孫子家司 楊觀你爺爺應該不普通任務 是呀, 我爺爺是清朝的舉人 到我爸爸之後 就是一個窮的教書先生 其實我小時候 我爸爸在書櫃旁邊教我寫字、讀書 小時候我就要念三字經、千字文 所以我很懷念 我小時候在書櫃旁邊讀書 對不起, 是不是人年紀大了 很喜歡說回舊時的事嗎? 不會, 其實進入這個方法 真的不容易, 差一點點都行不正 你沒想過用其他方法嗎? 你意思就是用釘釘或用膠水貼它 對不起, 我不想破壞原本的味道 這倒是, 古董奸司, 以原執名尾 何況這個櫃子對你這麼有意義 入筍的方法也有很多種 我聽過一位師傅說 他可以削一條木條 就可以塞住筍的位置 不行的 沒錯, 真的不行的 我給你看看 公子這個就是這樣 逆謙, 我是凡之媽媽 我們今天打電話給凡之 誰知道他沒接我電話 我還打到他公司, 人們說他辭職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發生什麼事?Marcus 為什麼Vincy無緣無故辭職? 這位大小姐, 我真的受不了他 她竟然跑去頂撞Wadger Wadger是老闆 她真的不適合玩這些職場遊戲 那她現在在哪裡? 在我家裡收拾東西吧 Wadger 不跟你說, 去那邊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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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停車, 謝謝 Vincy Vincy 你別管我 我怎麼可以不理你 我最狼狽, 最折躲的樣子 都讓你看到 不好意思 我一直都沒有把我和你分手的事 告訴媽媽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說 結果他又因為我的事 又煩到你 你怎麼會煩到我呢? 大家只是關心你而已 我一直以為自己很精明 誰知道在事業和感情上 我都有一塌糊塗 是不是跟Marcus有關? Marcus不是好人 謝謝你, 不送我 看著阿翔 剛才說何生很滿意你的表現 別笑我, Roger 我還有很多東西要跟你學習 對不起, Roger, 不好意思 現在才回家 準備吃午餐 幸好是Marcus幫你做這個表演 否則, 怎麼跟何生這個大客交代 對不起, 我會跟何生解釋清楚 不用了 我已經決定了何生這個大客 以後由Marcus傳權去負責 你又不用再跟 Roger, 我… Wincy 這次我對你真是很疼勞 對了, Wincy 我今天沒空跟你吃午餐 Roger 你昨晚說要替我做演唱 其實你是不是一早就想做這個表演 你說什麼? 你還說要開一瓶紅酒讓我睡得好 你不是幼稚到覺得我在紅酒裡工作 我一覺睡醒已經是早上十點 鬧鐘還要是開射 你為什麼不早就叫醒我? 小姐,為什麼那個鬧鐘 不可以是你睡得蒙蒙蒙蒙的時候 自己那麼認識的呢? 再說,你自己無法站起來 是你自己的問題,與人無有 原來你真是有心的 又不可以這麼說 這個現實世界是你不行 就有別的照片了 Marcus一開始就很有野心 他是為了討好我才去追余峰 他借我的關係去Roger身 然後出賣我,搶走我的位置 你為什麼這麼笨? 我為什麼不相信你和余峰? 過去的事,別再想了 你也不用辭職而已 我還打算逼Roger在我和Marcus之間選擇 誰知我一提辭職信 Roger連想也沒想就接受了 原來Marcus私底下搶了我的大客戶 Roger根本無法選擇 那你接著有什麼打算? 總之不會回媽媽那裡住 因為我不想他們擔心 也不知道怎樣去面對他們 我想我先找一間酒店住 然後再找工作和找老公 不要浪費錢住酒店 如果樓市那麼反覆 有錢也要爬身吧 不要緊,遲早也要找 不要找就找得去,回來我住 不是那麼好 我可以睡廳的 那你到時候找到屋子再算吧 我不想麻煩你 我們認識了這麼多年 還說這種話 你現在有很多煩惱要解決的 你回來我住,起碼少人擔心 其他事情遲些再想 就這麼說 我走了 不好意思,我只是出來倒杯水 我不好意思真是打擾了 我找到屋子就搬了 不要緊…你自便吧,我先進房間 打擾了,那你早點休息 還有你之前用的風筒 我放在衣櫃最低的櫃湯裡 你想用的話自己要拿 謝謝,想不到有些東西你還留在這裡 我睡了,晚安 早點休息,你有什麼事職工叫我 你和他們同一間屋子 怎麼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也不知道昨晚我多尷尬 我進房間之後關了房門,關了一盤 半天人有三急都不敢出來 怎麼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你要照顧他們兩個才行 那時候之前玩劈腿 之後就跟師兄說分手搬走 現在跟第三者散了 比賽是我,寧願做老叔姐 也不會搬回去跟前輩一起住 他現在這樣做 擺明就是想跟師兄伏合 你們說師兄嗎? 哪時候搬回去跟師兄一起住 這麼大件事,你怎麼不知道? 這些是師兄的私人事 他不一定要跟我們交代 你們不要再這麼白了 我有電視台的朋友 請教過美術部的老師傅 最後還教了我怎麼含筍位 那就是說我的書櫃有得夠了 立刻試一下 等等,你這是一個古董宣紙書櫃 還夠紀念價值 是不是應該找些木側試試? 沒錯,來,我們試試 你們兩個真是忙碌,是不是還在這兒搞十天十夜呢? 楊冠,很晚了,楊冠 楊冠,你明天要上班 是不是不聽話?再不聽話,我要下作客令 好 楊冠,我載你回去 不用了,外面截車,很方便的 這堂東西很難截車 讓我送你走 楊冠,你喝了很多紅酒了 楊冠 楊冠,我上次做了超級司機 不相差,今晚再做一次 順便讓楊冠游車 你們倆就可以多聊一會兒了 走吧…很晚了 是 我覺得應該可以開大小小 上次我聽余峰說 你撿了舊車輪,循環再用 在家裡做了很多東西 好像有桌子和椅子一樣,是不是? 對,還有一張搖椅子 有趣…我可不可以上你家裡參觀一下 很晚了,到日後才會 你們兩個大男人,一說起目共 開心得整個變成小孩子 你們倆真相逢恨萬樂 不過無論如何,今晚都到此為止 到了,伯母 Binji 師兄 我告訴你,這位是法官楊尤銘和他太太 這位我的朋友是誰? 楊官,你好,楊太太,你好 你好 你好,晚了,不妨礙你們了 你別誤會,我不是催你嗎?慢慢來,不趕 你買了這麼多東西? 大家都要用的嘛? 我進房車拍的 我先收拾東西吧 妹妹 哥哥,媽媽這邊的身後事有叔叔幫忙 已經安排好了 我打算把媽媽的骨灰撞到爸爸旁邊 而且我已經收拾好心情,準備開學了 你不用擔心 你這麼說,哥哥也放心了很多 對了,這條手鏈 我叫了我的同事耍結晶替我換 你應該會喜歡的,我明天送給你 謝謝哥哥 你記得幫我和你的同事說,麻煩 再談吧,再見 再見 再見 謙謙,我已經很久沒有寫日記了 不過這段日子,我的身體真的越來越壞 記性又越來越差 遲很多事,我也不記得 反而越來的往事,我就越清楚 沒錯,我的腦袋不斷重複那個男人的樣子 我還記得有一次 他還特地拿一件律師扶梨 說要穿給我看 他還告訴我以後我們會有好日子過 我當時真的相信他說的話 我還以為我可以和他一生一世 如果可以,我真的想找那個男人出來 我問他一句 他到底為何那時候這麼狠心扔下我 回來了 媽媽,怎麼這麼巧合那一尺 剛好吃一頓飯 爸媽,小朋友今天很聰明 他游到二十個堂 一千公尺,這麼聰明 自從我游到水後,身體真的配合很多 老闆,之前走一步路都吹氣了 沒事了,你以後不會再走抄塔座 對,今天我在泳池遇到一個舊同學 他之前去澳洲讀書 你看,那個Tommy 那個小害羞 他現在不知變得多健碩 人又開朗了 他今天分享了很多澳洲那邊的事給我聽 其實我也很喜歡仰光同海 爸爸媽媽、姐姐 其實我有沒機會可以過澳洲讀書嗎 你想過澳洲讀書?讀什麼? 我想讀一些海洋生態和環保的東西 過澳洲讀就最適合了 行不行? 去到這麼遠去讀書 就是了,這麼大的事情 如鋒,你怎麼看? 我覺得挺好 只要弟弟開心 可以讀自己喜歡讀的東西 那就還可以了 我真的想過去陪下弟弟 你是不是不放心阿伯一個人去? 自從我做了一堆文幹事之後 我發覺人的心理真的很複雜 有很多東西我也不懂 如果我過去 可以讀這份我心理學的教授 那增值一下自己也挺好,是不是? 你想清楚了嗎? 你說你很喜歡工作 你這麼辛苦才能熬一個保護 還有你的同事呢? 你說你跟師兄很合適 這麼大女兒就懂得想的 至於錢方面,你不用擔心 不要了,決定了的事就努力去做 我過去會用兼職 我不要用姐姐的錢 乖兒子 放心,爸爸也有點職促 舊公,你去澳洲讀書 好,你這個小熊媽 平時說不夠家用洗 然後收收買賣送錢,打斧頭 我好天收下雨柴而已 我沒有打斧頭 你收多少錢,快點說,快點說 吃東西… 吃東西… 我只是要笑的 謝謝… 吃東西吃東西吃東西 好,吃東西吃東西,吃東西吃東西 徐秀萍的案件報告我做好了 老Sir,你可以去看看 謝謝 怎麼樣?徐秀萍的近況怎麼樣? 我跟信華社那邊聯絡過 萍姐現在加入了他們的義工團隊 在內地山區幫助了有需要的小朋友 她每天都跟小朋友在一起 所以過得很開心 其實人很多時候 都是著眼於自己的問題上高 令自己每天都不開心 如果能夠跳一步 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 或者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其他人 那就會豁然開朗了 老Sir,你說得很對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看看這個世界 余豐,工作上都遇到什麼問題? 沒問題,我只是想去讀書而已 但是你從一名寫才剛起步 你覺得這是適合的決定嗎? 老Sir,我覺得我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很想去讀心理學,好好裝備自己 我希望兩年之後 可以有一個堅強獨立的余豐回來 你嘴巴這麼說,心裡是不是這樣想? 你的表情告訴我,你還不肯定? 老Sir,我真的很… 這封信我暫時不會收 因為我不想你貌貌言作出一個 你將來可能會後悔的決定 你回去想清楚 如果你最後有什麼決定真的辭職 到時候再交這封辭職信給我 老Sir 是 我有些事想麻煩大家 關我們事嗎? 師兄,你這個樣子別嚇我們 我想登記做求助者,我想找回我爸爸 你有爸爸嗎? 對,你之前就是登記過找媽媽 我們還以為你爸爸一早已經… 一直都沒聽他提起你爸爸的事 是不是有什麼新發現? 是,媽媽過世之後 我看回他之前寫下他的日記 爸爸抱下我們母子 可能是因為你那個女人 媽媽臨死前也放不下這件事 我很想找回爸爸 幫媽媽問清楚這件事 那你爸爸現在叫什麼名字? 他是什麼人? 日記裡面會不會有什麼線索? 沒有,裡面提過他做律師的 連名字都沒有 師兄,什麼都沒有很難找的 就算登報紙,寄算給銀行 還有電訊公司 都不知道給人家什麼資料 當年是他主動扔下你們的 就算我找到他,他也未必肯出來認 我也知道很免忘了 沒試過不知道的 我們沒理由沒試過就已經放棄的 不過只有職業,沒名字要開檔 的確很困難 不如這樣,余峰,你幫忙了解一下 找多些資料的時間,我們正式開檔 到時才計劃進行尋人的程序 余峰,你會幫忙吧? 沒問題 假使天使 前來問我幸福嗎? 能成實確定的雪 我走過時 極其幸福的一趟 得到工作 慈祥父母在我旁 良善沒有在我旁 那麼快樂地成長 或我成熟了 人學會知足不再忘記 是愛情未滿 明白有時要耐心等半響 心恨慶慶慶了 人生恨精彩了 就算跌倒 不會在意 有苦水送上 最多喝掉 或會碰到 一個 人生恨精彩了